小妹 你能帮我个忙吗 什么事啊 大姐 我跟我老公吵架了 他把我赶出来了 我走得急 手指和钱包都忘了带了 妹妹 你能借我点钱吗 我坐车回娘家 可是 你好像不是我们村的 我又不认识你啊 我是外地的 老公在这边打工 我是带着孩子过来看他的 他跟我吵架了 还把我赶出去 我这边也没有俗人和朋友 他们都不愿意帮我 说我是骗子 小妹 我是真的遇到困难了 你就帮我一下好吧 怎么会有这么混蛋的老公 听着就让人生气 那你需要借多少钱吗 600就够了 我坐车回老家 小妹 你放心 你给我一个号码 我回娘家了就给你转钱 谁能看见我心里的老公 大姐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的口袋只有三百块钱 三百也行 谢谢你小妹 谢谢你 谢谢你 宝宝 我们走啦 宝宝 走 走走走宝宝 我们走走走 大姨再见 大姐 你看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 要不你在这儿住两晚吧 不了不了 小妹 趁天上还早 我坐坐赶紧回家了 大姐 你等一下 来 这些零食 带在路上 等一下肚子饿了吃 拿着 谢谢你小妹 麻烦你手账号码给我一个 不用了 大姐 一点点而已 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都是女人 我能理解你的不义 只要你能到着宝宝安全到家 我就放心了 谢谢小妹 那我们先走了 好的 那你路上小心啊 好的 谢谢了 小姑 来来来 快来坐 坐这里 好 那你们先坐 我去拿点吃的啊 爸 我跟你讲 刚刚我看到一个女的 带着一个小孩啊 满村的借钱 一看就是骗子 这个笨蛋陆陆啊 借了好几百块钱给人家 信心 谨慎一点是好事 但是人在外面难免遇到困难 你看她多可怜啊 能帮就帮一下 我以前都帮的 但是现在都被骗怕了 陆陆啊 人家又没有找你借钱 你不要一天到晚 闲吃萝卜蛋操心的 自己家的事情 你都操不完呢 就是 自己天天还找工作呢 手头都困难 还学别人做好事 哎呀 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 希望你不是被骗的 小姑啊 这大男天呢 我倒真希望她是骗我的 至少这样子 证明她不是无价可归 孩子也不用跟着受罪 也是啊 那行下锅 你们先吃啊 我去给你们做饭 先吃一点啊 好 老婆 老婆 我